美国科技巨头纷纷倒戈特朗普 拜登科技战惹了众怒 大家好 今年美国的大选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民主党疑似和他自己的铁票舱科技公司脑白了 这可以从最近的几件事看出来 第一件就是马斯克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直播连麦 坚定的为特朗普助选 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 这场总是长达两个小时的连麦活动 至少吸引了大约100万人观看 华尔街日报爆料称 马斯克现在正在深度参与美国的政治 已经播出了至少1.6亿美元的预算 用来帮助特朗普在摇摆州争取更多的选票 第二件事就是最近 彭博社也传出一个消息 说白宫计划依据反垄断法拆分谷歌 美国司法部已经认定谷歌涉嫌垄断了搜索市场 也就是美国政府又跟谷歌干上了 第三件事就是特朗普对副手的选择 万斯刚上位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特朗普挑了 只一心想着要巩固自己的铁票赃 所以选了个小特朗普上位 但是仔细观察万斯的政治履历就能发现 这个人虽然号称是美国红脖子的代言人 但其实也算是美国的科技巨头 一手扶植起来的年轻新贵 2022年前黑炮的首席执行官 对冲基金公司克莱瑞姆的总裁 彼得蒂尔曾经一口气注资1500万美元 用金钱的力量把政治素人万斯 抬进了参议员的行列 万斯和特朗普最初能够认识 也少不了彼得蒂尔的牵线搭桥 换言之万斯能够站在特朗普的身边 意味着美国的科技巨头正在慢慢的远离民主党 开始加大对共和党的投资 而如果只是马斯克一个人跳出来支持特朗普 可以归结为他个人特立独行 但是如今民主党和谷歌翻脸 知名科技公司投资人倒戈支持共和党 都足以证明现在美国硅谷正在涌现于谷翻红的浪潮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浪潮呢 这背后的原因要硬是说还能够跟我们中国车上关系 简单来说吧 拜登掀起对华科技战之后 影响到了那批科技巨头赚钱了 传统上来说 民主党的支持者集中在大城市 这就导致了科技巨头天然更容易和民主党站在同一边 但是拜登上台之后 大力推动所谓的供应链去中国化 一方面强行要求美国科技巨头把工厂迁出中国 另一方面又严格审查美国公司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 相当于把美国科技行业最大的两条财路都给截断了 所以那批科技巨头应该是被拜登给惹毛了 要给民主党一些颜色看看 目前美国几家大科技公司正忙着重返中国 英伟达正忙着加紧开发特供给中国市场的芹片 苹果公司也是忙着把手机生产线从印度重新转移回中国 在美国国内就是马斯哥 李多哥 蒂尔这批人在集体发力 对民主党施压要扩大自己在政治领域的话语圈 所以拜登现在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科技巨头集体倒戈 经济数据也不好看 赶鸭子上架的哈里斯虽然仗着新人保护期和美国传统媒体在偏爱 有了不错的民调数据 但是最后他能不能吻压特朗普 还真要打上一个问号 我们就看好大戏吧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